再给这一盆没有绽放的百合 也喷一点这个醋花营养液 它的底下的这个花苞是越来越大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开花 但是我发现上面的这个花苞还比较的小 所以现在营养一定要供应上 如果供应不上的话 可能会引起它消高 所以只要这个天气温度不会太高的话 要隔一个星期给它试一次这个塑酵粉 这样才能开出很漂亮的花来给你看哦 好了再去看一下 之前已经开出很漂亮的花的那一盆百合 有些花朵已经是开败了 所以现在要稍微去给它做一下修剪 大家看这一盆百合的话 已经是全部绽放咯 全部的花苞都绽放 只不过是有鲜有后 最先绽放的这一个花苞的话 已经花朵都枯萎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紧给它做修剪 减少这个营养的浪费 这百合花很漂亮哦 又大度 观赏的时间也还算比较久 因为下雨天 我没让它淋到雨 及时的搬到了这个里面来 这样就能观赏更久 这个百合它的复花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说这一茶花开完之后 适当的给它修剪一下 再给它养养球 等到明年的话 它又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来给你看 而且还有可能会结出更多的小球来哦 那这个怎么修剪呢 其实我们要多留一点这个叶子 直接把这个开花的这一个地方给它剪掉 这样 这样 剪完之后后期的话就要给它施肥了 施肥让它做这个充足的光照 把这个球养大了 那么明年开的话又会很大哦 像这一朵 像这一朵的话 其实像这种情况就要给它剪掉了 像那几朵剪的还有点晚 稍微动一下 它的这个全体就掉下来了 因为这些还没有开拜 就先不剪了 然后也先不施肥了 等它们全部开拜之后 我再来分享怎么给它施肥 好了 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好了 好 挤 beyond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